在影片还没开始前 拜托帮忙按个赞 谢谢 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来玩日场 我其实跑到一个角落来去录一个开场白 因为有太多人了 所以我不喜欢在那边录开场白 可是我在这里 我现在在云顶 然后我竟然看到一个火锅店很特别的 这里有种这些东西 所以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 你看这是餐馆啊 它是叫根丁Garden Hot Pot 云顶的火锅 我在这里有看到很神奇 所以你看它全部 应该是这个火锅里面吃的菜 全部是这里面种的 还是有那种LED灯啊 模拟太阳光 然后你看它生长出来的菜 全部都长到很美的 它全部是用水跟种植法 就是全部一个箱一个箱去种的 你看那个颜色 那个菜的颜色很美哦 整片 全部都很美 而且它本身有种很多不同的菜 不是一种菜吧 刚才我有看到负责的人 我想进去问我可以进去拍吗 结果吃饱出来看哦 它已经不在了 而且那个店也还没有开 所以我也没有在 所以我只可以在外面录给大家看 可是从外面看哦 你看那种菜的种类 全部都长到很大颗 而且完全没有虫害 没有种问题的完 然后全部是用灯 这样子就可以录了 呃就可以种植了 很多种不同种类的菜 然后它本身可能就是包括 试肥啊 全部都是用水疗的方式去试肥 那边的话就是发苗 然后可能就拿过来这里种 或者是说它已经在别位种了的 拿进来这里继续培养的样子 就是可以确保 这个菜是新鲜 然后又就是不用打很多药水啊之类的 你看它里面还有那个通风 你可以看到那个菜一直在动一直在动 它里面有人做工 可是我觉得它应该不是马来西亚人 而且它应该是也应该不可以给我进去看啊 它是好像在这里雇的 然后manager可能不在 他就把每一颗颗放下去就放下去去养 可能就是最大的去保持那个菜的新鲜度 它不需要说呃那个 去冷藏啊之类的 所以说有人订好就拿起来就扒就可以吃了 而且也可以养 养几天哦 它的那个菜也可以慢慢给它长大 原本可能卖S size 到最后养到变成M size还是L size 然后可以卖更好的价钱还是 哇这整个真是我 我看到我真是很惊讶的 就在云顶呢 云顶里面 然后一个火锅店旁边都有些东西 真的很不错 你看它在里面哦 做工它也是没有要理我的意思啊 所以我就自己拍自己的 而且很好是因为我从这里可以看到很清楚 所以我也是拍摄 也是拍得很清楚啊 你看从下面那边你可以看到有水 它就是一根一根那种小小的那个 呃花盆的那种 那种plastic盆那种一拿上来 全部是水的 我就在旁边观察做工 你看很多个架子里 下面也是有中 然后其实上面也是有 可能说那个呃 太高了然后他们顾不到 所以它就没有放下面 而且中间其实很多个空架 所以如果真的放满的话 可以种满多的 哦我从这里可以注意到看到 那里全部都是小小的 幼芽 幼苗 可是那边可能没有放太阳了 没有没有开灯 可是可以看到哦 我帮大家可以看到 看啊 它里面有些小小小的杯 然后有一点青青这样 其实它已经发芽了的 可能大了过后 他们才把它放进去 这边去种植 然后它里面 你看可以看到 它有放温度计 多少度计度计度 然后全部是科技花的完了 上单啊 里面那边有单来 它就直接就懂 你要拿什么菜给人家吃了 哇 真的很不错 这个这个concept 你看它的restaurant 也是走那种比较植物这样的 然后它就是一个hot pot 一个吃火锅店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 你看 enjoy fresh vegetables 从genting garden house 就是直接来 就一直吃了 就是你还一个钱 然后你就可以拿最新鲜的菜 哇 这里也是有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自己也是可以拿回去种 自己买回去 这样子一set一set 在它的这个restaurant 应该它是跟这个公司一起合作 拍的 就是有种子啊之类 你看 把菜啊 这些很多种类都可以 香港菜心啊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买跟它 然后全部都在家里面 就可以种了 哇 哇 所以我问了那个里面的负责人 他给我进来做 嗯 进来这里看 然后哇 我真的就吓到 那整个就是 这个公司 supply给他们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 我在雪石中 哇 然后他们这个里面 其实蛮冷的 可是其实它的冷是21度啊 就是美电啊 就是保持住 然后这里的 它是 刚才我问了 它是想 我从外面看 有一个流 可能原来是假的 它是想说 那个 呃 他们会 在外面先养到差不多三个星期 再带进来这里慢慢给它成长 这些草 全部 是很美的 哇 你看这个 灯啊 全部 所以意思是讲 这个就是 表示Indo的时候的话 就是代替太阳咯 然后水是 有水流 一直在走 所以你 在这个餐厅吃到东西是 最新鲜的 哇 我讲话有点发抖 可能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冷了 所以我 我现在在这边里面 他就公开给我去拍摄啦 然后他也是讲说 一方面他给我们的拍摄是因为 他们想要带一个设计 就是他们这个火锅店嘛 想把这些菜全部 呃 就是你吃火锅的时候 就吃最新鲜的菜啦 这不是什么是什么啦 就是他让我有机会来看 所以我就想说 呃 也是给大家看这个新的设计 就是 我觉得 应该是全马第一间 是以这样子的方式 有的 呃 就是 中菜 然后旁边是餐厅的那样子了 然后他们的想法 就是 我听讲是任务主席的想法 就是想把 就是把 那个菜直接拿去桌子上面 就给我们吃 这个就很新鲜的 就是你一order 直接扒起来最新鲜的 没有 没有药水 没有农药 全部都可以 然后它是整个一体是 其实 而且他们讲他们很新的 他们才开一年 然后他们现在还是在实验中啦 然后他们的餐厅也生意 还不是讲到很强 所以他这多少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啦 你看我看到这里有一种小风扇 它本身是有那个风 一直在走一直在走 它一排哦 它可以种24个 现在其实它做扩一点 他讲这样那个 因为它的那个 demand 就是它的那个需求还不到很高 可是 我是觉得 看起来真的很平手 然后它这里是完全走水的system 就是从水 整体一体是走完全部 它是你需要菜的 需要的营养全部它在里面那玩哦 不需要再说养鱼啊 之前传统是要养鱼啊 因为他们怕有冰菌鱼 会带来冰菌之类的嘛 所以它就完全是这样 然后你看每个菜的品种 Butterhead 就是这个 然后 Red Coral 上面 它就有 Summer Creeves 其实它这里 一个家只种了很多不同不同样的菜 当然现在目前它限制于 只种他们 就是他们restaurant里面有provide的菜啦 好啦我其实蛮 没有兴趣的我在对面吃早餐其实 然后我就一直看过来这边 完完全全被它说服了 我整个就是狗跳的这样 哇 我我一定想去拍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在外面拍的 拍了过后才觉得哇 超爽的 就是可以走进来这里去体验 在一个restaurant里面那样子 然后就 我的 路拉罗他们也很 好的给我去拍啦 好啦 今天有provide的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哇 我也才发现到这里里面 外面也是有种的辣椒 就很简单的 需要辣椒就可以扒来吃了 如果你在那边吃 不过需要辣椒 你总之也扒来吃 你看tomat也是有 它的 我觉得它整个concept就是 很感觉在garden里面吃 这样 还没订阅的 拜托订阅一下哦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